前总统川普计划自首,保释金200万美元 前总统川普计划周四到富尔顿县监狱为其中一项犯罪企业负责人的指控自首 此前,他已同意以200万美元保释 转弱为热带风暴的希拉蕊,累计为南加州棕榈泉市 带来一整年的降雨量,同时还一举打破爱达河州、俄勒冈州以及蒙大拿州的历史降雨量 美国FDA首次批准RSV疫苗保护新生儿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第一款为保护新生儿免受呼吸道荷包病毒侵害的疫苗,又被称为RSV疫苗 乌克兰设法确保海运,已恢复粮食出口 乌克兰正与多家全球性的大型保险公司谈判,希望能承保往返黑海港口的船只 目的是要恢复粮食出口 日本将排放核废水,恐损害太平洋生态 日本官方宣布,最早将于8月24日周四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放到太平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